今儿咱们说这么几件事 是几件小事 但是是发生在那个同一时期 就是1967年 1967年也就是武斗 经历了武斗还有大联合 造反派联合起来 闹革命 就是从最早的造反派 全面夺权到造反派内部 就是全国的 造反派内部派系之争 发生了这个争斗 以至武斗 然后最后又中央 经过一系列的运作 然后就出台了各种文件 最后就是号召大家大联合 我印象特别深的 就是大联合的那一天 因为经过一系列的恐怖的 这个武斗这个过程之后 人进入寒蝉 然后确实社会治安 其实让人担忧 这时候突然来个大联合 中国百姓这种性情 就是这么奇怪 就一夜之间最高指示 从北京传过来 最高指示联合起来 闹革命实现大联合 这样一个口号 既然就是昨日还是仇敌的 今天就是反目为轻 然后呢大家都照列是连夜 敲锣打鼓的上了街 然后大卡车拉着 在所有主要街道上 高呼毛泽东思想 我的伟大胜利 联合起来闹革命 就是昨日的对手相见 恨不得拥抱 就是那样一个场景 我想就在这段时间内 还发生了一个 就是武斗之后呢 所以就有这个 一个说法 作为我们一个中学生 就是复合闹革命 这个成了当时一个中心任务 我之前断断续续讲的 一系列的很多的事情 都和这个动乱有一点关系 大家无所适从 学校也被砸了 老师也被呢 老师也很狼狈 一切制度都秩序都乱了 就乱了套了 所以说是都停顿了下来 所以当这个复合闹革命 这个指示下来以后呢 一夜之间 千书万书离花开 学校就开始 尤其中小学 我下面讲了几件事 就是复合闹革命 期间发生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这个 那时候就是年轻人嘛 时髦 是年轻人的专利 我就想讲讲 那时候就是男孩子的时髦 他的穿戴打扮啊 男孩子就是兴什么呢 兴那个翻领 因为大家天底下都是黑灰 一片黑灰 只有那种内衣啊 或者什么东西 红色内衣 运动衣或者什么 带色的啊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他们都愿意把自己最漂亮的 最带色彩的东西啊 展示给对方 但是有一个东西 他不适宜在外边展示 比如的 运动衣 他不是那外套 所以 最后就穿在最里边 但是要翻开领子 能看见里边 一层一层里边 露出一个红 或者一个蓝 毛蓝 就添蓝色 等等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最后就逐渐形成 里边穿了两件衣服 甚至三件衣服 我有一件蓝的 有一件红的 所以这样就一层层 就得翻开 逐渐逐渐演变 就演变成什么呢 一个大衣 列宁服的那大衣领子 翻出一个西服 类似于西服 当然那时候很少有穿西服的 尤其中学生 里边有一个中心的翻领 在里边有一个小心的翻领 最后一层增发 一层增翻 最后我知道我们班上 有一个同学翻到什么程度 十三层 大的小的小的小的 越来小越来小 最后那件衣服 就是那个胸脯 就是等于就是随着你的翻 不断的翻 翻到第三十三层的时候 几乎已经到了杜奇尔了 杜奇尔里边再穿了一个 一个什么背心什么东西 特别大的东西 还露了一个白边 所以就是十三层 叫十三番 我们把它叫十三番 特别时髦 而且他那个上面还戴一个 军帽 就是大家叫国防律 就是那个现在野战军 解放军那种军帽 但是军帽说来不是挺土的吗 他没有没脑没脚扣在头上 所以他们就拿那个纸 纸壳子里边撑起来 试图把它撑出来 撑出一个像那个盖世太宝 盖世像警察那种大盖帽 然后有了有脚了 你想想这样一个人物走过来 什么感觉呢 这是一个 另外就是裤子 裤子到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人 那个那时候已经开始流行 这个喇叭裤 你说喇叭裤 这个文革中是被批判的 但是呢 年轻人不论革命一步革命 这个对时髦的追求 那是勇往直前的 不怕任何那什么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我知道一个同学 他就是 大家因为中学生嘛 没有钱去买布料 去做艺术 他想了一个诀窍什么的 每个单位文化革命中 每个单位都有红旗 和彩旗 红旗干什么用 大家知道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彩旗 上街游行的时候 蓝的绿的红的粉红的什么的 各种旗拿着 挺热闹啊 然后他就偷这个旗 因为这个旗不是说用完之后就拿回家 往往还在街头插着 或者书房挂着 他把这个旗投回来以后呢 用那个当时有那种一包一包的那个 染料 就是骆驼盘染料 专门染衣服的 那时候新染液 现在已经没人染衣服了啊 然后呢 一大锅 一个大锅 把这红旗汁全部扔在各种彩旗 全部扔在锅里 撒一大把盐 一袋这个骆驼板这个染料 煮 开水煮 煮那么半小时 一个小时 滴溜出来 然后晾干 哎呀不断的翻搅 否则就花了 晾干 撒盐是为了让它固色 不至于掉色 然后他做出来的那个喇叭裤 哇走出来以后呢 风一吹就飘着 因为是绸子的嘛 飘着一面走过来 学校老是当然批评他 但是他不管 确实说老是在我们心目中 那时候确实觉得挺漂亮的 因为他标新立异嘛 对吧 这是一件事啊 时髦的事咱就说到这 另外就讲这个主题 就是复刻闹革命 复刻闹革命啊 是怎么复刻呢 咱们就说这个 算术吧 算术 因为很长时间已经 教学已经停止 从新开始这个 上这个 那时候小学叫算术 到中学就开始叫数学了嘛 数学老师 第一课 讲第一课 告诉我们 那时候 就是明天上课 每人带算盘 挺滑稽的 带算盘 就是说是上数学课 每人自带算盘 因为算盘都是自己自个准备嘛 第二天各种各样的长的短的 塑料的木头的都带来了 算盘 抓到一放 老师在黑板上 那时候讲课 一定要有一个最高指示 在讲课之前 一定要念一段最高指示 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 是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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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是毛泽东的 十分必要 其实我平下中东再教育 十分必要 这是毛泽东的一句 这个一段语录 老师把这个语录抄在黑板上 然后告诉我 语重心长的告诉我们 说什么呢 这个我们都面临着上山下乡 我们 那当然我们知道 中学毕业以后 第一个门槛 就是面临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意味着什么呢 你们就要和平下中等 老大爷老大妈住在一起 和他们住在一起的话 你能够做什么呢 那当然你是知识青年 你可以算账啊 你就要为老大爷老大娘 算公分呀 算什么呀 所以就要用到算盘 就你们手里拿这个算盘 老师的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说 所以我们要学数学 实在配合这些老师 就是在那个百废戴新 这样一个情况下 没有教材 没有什么东西 然后革命之后的复课 是怎么一个课 教什么书 怎么教 八千过海 各显其能 这是我们那个数学老师 他就想的这个招 毛世纪雨露 把这个这段雨露 紧密的和我们的 未来的革命前途联系在一起 所以你要学打算盘 这就是数学的属性 数学的必要性 学数学的必要性 这是一件事 另外呢 别的门课怎么办呢 比如说这个物理老师 物理老师也是让我们自带家伙 说明儿我们要上 要上 明儿要上这课 一定要带一个脸盆 各自明天就带自己家的脸盆 不论大小 汤刺的塑料的 也要带个脸盆 后来第二天 我们学校里就看上我们上课的学生 一人拎个脸盆到了学校 上个铃响以后呢 大家列队出行到了操场 老师带我们到了操场 然后呢 把脸盆又让大家排队到厕所里 教学楼厕所里 每人端出一盆水来 到操场以后摆在地上 我们当时一看这不是上体育课吗 这个阵仗上体育课的架势 老师开课了 同样是讲这么一段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 当时毛主席的一些指示 相关的一路 又念了这么一遍 然后就告诉大家 说什么呢 说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 全国人民向大寨人们学习 在改造这个大山的这个过程中呢 他们发明了用土法 丈量土地 怎么个土法呢 老师开始给你们讲 我觉得这个课还挺好玩的 总比坐在教室里头 呆呆地看着黑板要好 为什么呢 老师让每个人在自己的脸盆里 横着放一支一个小树枝 一个细细的树枝 再树着 搭在那个树枝上 十字架再搭一个柳叶 我那个具体过程我已经忘了 在座的可能有人会指教 就是说是 类似一个坐标的一个状态 焦距室里边就有焦距啊 有各种丈量语气 我们这不是又回到了原始状态吗 对吧 把发明人类从这个原始 丈量土地的方法逐渐演化 成为发明了仪器 成为科学 经过理论总结 伤生成为理论 然后有了科学仪器 现在不用仪器 回过头来用这个脸盆 占了土地 这不是倒退吗 是吧 事实上我们就这样干了 另外呢 我再讲一件事 都是这个复合纳革命期间干的事情 然后呢 学校里边组织 一苦思甜 这就大概属于政治课了啊 一苦思甜 怎么一苦思甜呢 就是说每个星期 虽然我们那个学校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住宿学校 但是呢 要集体造饭两次 就是做饭啊 以集体吃饭两次 吃什么饭呢 一苦饭 一苦思甜饭 那老师说 一苦思甜饭什么内容呢 当然不是大鱼大肉了 就说会 我们老百姓吃的什么呢 吃康燕菜嘛 对吧 所以现在到哪去找康呢 没有 然后老师有主意 带着我们到菜市场去 菜市场就不是买那个菜 因为是一苦思甜嘛 就等人卖完菜以后 递上那个脚踩的 像泥香样的 里边飘着那个 泥里边飘的那个叶子 捡出来 然后拿回 拿回大学校里边 然后在操场架的大锅 然后把那个菜全部扔进 连洗都没洗就倒进去 老师说这一 洗一洗的话 就没有一苦思甜的意味了 我不是让你吃山珍海味 我们那时候 老百姓过去可怜 救生也可怜 他就是这样 已经不顾卫生了 所以这样就是 泥 泥浆和菜叶子一块下 然后大 还好 老师给里边撒点盐 否则那简直就没法吃 咽不下去 撒点盐 然后就是煮这个菜团子 最后呢 具体那个细节 我就不太清楚了 后来老师又弄来 那个包裹面什么的 和这个菜 怎么和后来一起做 说那窝窝头 然后要不就是吃菜汤 只有菜汤 就是菜里边 漂着水 底下是泥 然后这样一来的话 就是每个星期要举办两次 要吃两次一口饭 这都是那时候发明的 这都什么鬼主意啊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跳中字舞 中字舞 现在年轻人都有听说 首先有了中字歌 毛之巨语录歌 然后呢演化出来 又出现了什么 就是红歌吧 毛之巨语录歌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 没有过去是四言七言 七个字四个字 这一遍可以创作为歌曲 怎么还能够把一句话 大白话 甚至就是一句理论的话 能编成歌曲 实在是不敢强项 当然这个再又跨越讲 就过了多少年以后 看到港澳 进来一些流行歌曲 它的确可以这样 可是我们那时候 受的教育 就一般来讲 这也没错 就是七言四言 或者怎么的是吧 这样你再加运 运脚 这样才能创作歌曲 可是那时候呢 就把毛之巨语录 是硬生生要编成歌来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 毛之巨语录 那小红本嘛 林彪手里拿小红本 在天安门上 不是一回 现在好多家里边 还有那个哥哥姐姐 照的那个像 就是小红书 就是毛之巨语录 这样放在胸前 然后照的像 还有这种老照片 对吧 那就那本书里边的 第一段语录 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 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直到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大家还记得吧 这样一段 这是一个核心 第一段 然后就这首歌 我给他举个例子 他怎么编成歌呢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直到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就是《毛之巨语录》里的第一首歌 而这首歌呢 自从有了这歌 后来就有了中字舞 中字舞当然有他自己标配的一些乐曲 但是呢 跳《毛之巨语录》的歌曲 那是比较普遍的 唱歌 这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说跳舞 作为一个我们这么大 就是十二三十三四 这么一个男孩子 说老实话不是女孩子 他是天性随着天性 我们这个跳舞 说起了老实话 我是伸不开手脚 他那动作 尽管那个中字舞的动作 现在不是也出现这种 有人跳中字舞 大航行靠动手 就连这种简单的动作 我也跳不了 每天早上的第一堂歌 结束以后 也就是攻坚操那个功夫 就得到学校教学楼的五层上 最顶层上有个大教室 没有课桌 就在那边跳舞 每天早上都要跳一次 集里跳 唱着那歌 跳着这个舞 实在是 那是我 人生最大的一个痛苦 没到那时候 你不去不行 那是政治 政治任务 所以我就是老是 坑坑吃吃 拉在最后 要不就上厕所 干什么 最后一个进去 就这个最后一个进去 从后边溜进去 站在最后 来跳舞 这样可以躲避监督 老是在前面忙着表演 学生们前面的孩子们都 去模仿 我躲在后边 我跳也罢 不跳也罢 手舞为舞就可以了 对付 这样的事情没经过几天 我的思路有所变化 为什么呢 我突然对这个跳舞热心了起来 每天第一堂课结束以后 这个跳舞 为什么呢 这里边一个秘密 说说不怕您见效 可以站在后台 看女生的小腿 有个就夏天 半搂着小腿在前面跳舞 各种姿势 因为他忙着一路的 动作也挺优美的 对吧 音乐没有阶级性 舞蹈动作也没有阶级性 至于他不要 他要推崇什么东西 你可以对那段 推崇的东西反对 恶心 但是你对那美妙动作 不会恶心 是吧 除非那动作太滑稽 所以女孩子跳舞 前面跳 那个腿偏偏起舞 然后呢 我们在后边 可以欣赏他们的腿 这后来 是来由是由我 由于我们后边 几个男生说 你看那谁腿 怎么那么粗 由这个话题引起的 后来又说 那谁还差了我 那谁比较匀 从此这就成了话题了 所以这样就酿成了 我最后对热衷 一跳中速 每天第一堂课结束以后 就是我的狂欢日 我们一般男生 奔到五楼去 然后参与了 跳舞的大潮 复刻闹革命以后呢 还有出现很多这样的趣事 我以后可以把这个 作为咱们这个谈话节目里边的 言 就调调面 然后想起来 就插进去一点 撒一点 今儿就是集中起来 讲这么几点 让大家见笑了 再见 我以后就会把这个谈话节目里边的 说明了 我以后就会把这个谈话节目里边的 感谢观看